1500瓦激光焊液机操作使用视频 使用1500瓦瑞克激光器 1500瓦焊液冷水机 第一步先将电源线220V连接 气体为氮气连接 打开后面的空气开关 将急停旋钮顺时针旋转 打开冷水机按钮 此时指示灯与屏幕就会亮起 等冷水机温度升至为1519.5度之上 才可以正常使用 现在温度为25.9度 此时就可以打开激光器 将正面的光阀打开 现在是打开状态 激光功率根据板材的厚度来调节 激光频率默认为3000 占空比默认为100 激光控制头控制 现在的模式是直线模式 频率默认为16赫兹 宽度根据板材的厚度来调节 气力控制 都是默认为200200和10% 好 现在咱们开始焊接 两毫米布银钢板 硬酒焊接 将地线架到板台之上 焊接 焊接效果 表面光亮 反面一定有焊接